6創意健康店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6創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 我们今晚讨论的问题 就是持续上星期的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前景 我相信香港人可以这么说 经济是最关注的项目 我们嘉宾叶启明先生 他本身在理工工程学毕业之后 去英国大学拿到屋宇设计工程科的石士 最后也拿到MBA 他自己也认为一位做生意人 在中国的不同的省份 也有不同的工作经验 也跟一些大企业服务过的 他自己最近写了几本书 我上次在我们网上都有介绍的了 都是跟经济有关 第一本叫做启航 经济再造 第二本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原理 大家上个星期有听的都听到 Samsung 叶启明先生 都将很有系统地将香港的 这么多年来 六年年代 七年年代的经济的发展 整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也都开始看看香港 未来经济和大陆和将来十大基建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很概括性 是让我们大家了解到 整个经济的大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但始终香港人都是很着重于 自己个人方面的经济的前景会怎么样的 今晚李永康又回来帮我们做主持 好了 这先听听一下Samsung 在一个个人的层面方面 以及最近的香港股市 都有很明显的上升 很多的股票都好像都回升在高峰期下跌下的价位 虽然汇丰都没有垮好牌 好了 情况会怎么样 先谢谢袁医生 首先我回答袁医生的股市 现在很壮 但是我们香港人已经是 说过几次的东西 已经是比较有自慰 我也都留意到 最近是早两个星期 股票市场由17,100点 两个星期左右升了3600点 去到昨天二万零六百四十几点 今天又回到几百点 现在是在二万点的边 我觉得其实不用一些专家 普通的私人都知道 大户炒作 因为实体经济根本未回来 但是你知道香港股市 最高峰期就是207年 这一截的三万二千点 当时的温家宝总理 就宣布天津成为一个 跟香港直接可以买香港股票 直通车 但是知道就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最高都去到二万八 去到2007年的年尾 大家可以查回那些纪录 之后2008年 随着美国经济爆高了 就是年初经济衰退 随随随随便跌下来 去到一万一点之间最差的 应该是好像是2009年的三月 有没有记错 现在由三月之后发力了 特别是五月朱楼干 仍然发力 都升了六七千点 我估计这些都是大户 Morgan Stanley 美林 高盛等等 因为香港是一个开放市场 是很容易被人拿钱的 最近有一宗路边社的新闻 我不记得哪一间投资人 他说不见了一条方程式 就是他们是里面那些基金经理 有策略的怎样买 怎样买 保证赚钱 我们也知道 如果你有留意 美林 高盛那些 Fund Managers 那些基金经理 如果很厉害的时候 一年的BONUS 可以几十个月的粮 你想想他们赚的钱 从哪里来 股票市场是一个大词 看谁赢谁输 有人赢的 一定有人输 所以我自己 或者其实现在普罗市民 都知道 就是这样谷上去 应该是一些油资 因为现在利率 基本上是美国 扯得这么低 贴近零 亦都没有什么好投资 很多油资 就应该是 走了到股票市场 或者在楼市那里 我自己很审慎 我知道他会 就是会回 但现在二万一点 会回回回 但是我也不会 这么悲观 回回到万二三 我觉得他应该回到 万七万八 然后再上 因为 其实他这些水棉式 一波 就是好像水棉一收一放 目的就是引人进去赌 他自己拿着大营 他保证自己赢 看看谁不幸 所以综合来说 我觉得这个股票市场 是相当空险 大家自己小心 但我也觉得 最坏的时间应该过去 那今晚呢 或者我说多几句 袁医生邀请我 我今晚主要集中解构 那些需要处理的问题 我会分三方面 跟大家读听众 或者袁医生去分享一下 是 第一方面 就是香港的经济 那个前景 我会分析 香港的经济 那个背景 或者将来的走势 应该是可以怎样发展 只是说经济 就是不够的 其实经济 是牵涉到很多层面的 因为其实有个政治制度 所以第二方面 我解构要处理的问题 就是香港的政治制度 就是三级议会等等 最下方面 整体看得香港 那个社会 现在面对 有些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会从这三方面 可能分享一下 一些意见 实际上我上次 或者今次说的 我都是很少参与我个人的意见 你也知道袁医生 上次说的都是一些事实 香港走过的路 所以来说 今晚来说 可能会有少个人的意见 但大部分都是一些事实 或者现今 香港政府特区政府 如何带领香港市民 走前面的路 三方面 或者我先分享一下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香港的经济 上次我已经再说过 就是香港以前 由一个转口港 英治那时候 到战后那时候 是发展 一个工业的城市 六、七十年代 最传胜时候 七十年代 香港是 经济支柱 是靠工业的 钢花 电子 坐房职等等 接着八十年代 那些人工过高 地价过高 搬迁 大部分的厂 开始搬迁 去朱三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邓小平宣布七八年改革开放 在八十年代 在深圳 成为经济特区 等等 他们搬迁 香港没办法 人工升到这么多 英国政府 就将它转型为 一个国际 一个金融中心 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银行很蓬勃 也随着香港经济起飞 很多楼市 企业等等 需要资金 所以 金融市场是相当蓬勃的 九十年代 经过八九年 那时候 一个大的信心危机之后 为信宣布玫瑰园之后 支撑了七年 去到九七年 他们走的时候 都是一个玫瑰园 香港 是说歌没有升平 但原来那时候 擠起了泡沫经济 大家都经历了 楼市股票 股市都齐齐上得很急 但后来爆股 跌回来很惨痛 楼市跌了百分之五十等等 沙士跌了百分之七十 所以一个大起大落 经过了之后的洗礼 香港人很多都已经是 破产就破产 有些自杀的自杀 很多的伤痕 已经是满过了 由一九九七 一路摸索董建华 一路失败的八年管治道路 一路摸索摸索摸不到 数码港 中约港 什么港 就只有港字了 现在回来 最后中央弹条 很签给他上 就是整个自由行 在2004年才将香港经济 在一个困境里慢慢搬上去 然后他的脚筒 2005年落台之后 曾荫田接了这个波 随着美国环球的经济 都复苏 自由行 带动香港有几年的好境 去到2007年 之后2008年 大家也看到 香港也跟随美国的市场 股票一样是回落 那美国的经济 是进去衰退的范畴 香港也是这样 加上世界金融海啸等等 香港也是 今年来说都不会很厉害 但是香港经过了 那个泡沫经济 回来 经济结构 基本上是重整过 最后董建华走的时候 他摸索了一轮 也是以香港的鲜血 很多香港市民的鲜血 作为代价 他总结了香港的定位 有四个范畴 大家记得 就是金融 银行金融 物流 旅游 还有有些专业的科技 好像策略师 律师 医生等等 好像袁医生等等 这个是定位了 中央政府 也都觉得是合逸的 在香港来说 因为为什么呢 分析香港的经济 在二十世纪 走上来 香港的人均生产总值 已经是超过三万元美金 就是三八二十 就是大约齐头八 二十四万 就是平均一个人 就是拉云 月入二万元的 在国际上来说 都是高的了 他没有可能走回农业了 那些地 亦都是 那些发展商 侯住了 起楼 工业 亦都是 地价太贵 人工太贵了 我们看看大陆 我很熟悉的 很多时候 一个工人 一千多元 如果好一些 加班等等 二千多元等等 上了三千元就很好 就是很少 就是二千元等等 香港一个工人多少 我想都要七八千 是吧 那变了来说 加上地租这么贵 没有得竞争 因为这个工业 是一个大量劳工密集的 例如电视机 电视机的制作电脑 装嵌 一条拉 这样做 一个多几千元 十个一百个一千个 说起来大厂 起码几千人 没有办法生存 唯有走向金融服务业 更高增值 或者是 现在香港已经走了 这条路二十年有多 就是由八零年来 去到现在 加上很多专业 律师 医生 很高收入的 或者有些专业的 港师 大一个港师 都有七八万等等 这个是政府养他们 所以这是现实来的 你生不生存得到 你生存不到 企业生存不到 就要搬 或者是将它接卖 倒闭 香港 香港将来的前景 如何生存 这个香港人已经说了很久 只是有几条路 第一 你找一些更高增值的 经常说科技 高科技 这件事我稍后再说 看看香港教育 是否配合到 香港人的心态 或者文化 可不可以做得到 这个亦都说了很多年 始终没有什么高科技 始终没有什么高科技 第二就是 吸着现有那几条水 都能吃到的 比如金融 即是股票 债券 或者黄金市场等等 因为大陆来说 这么大 现在真真正正的金融中心 都是香港 上海来说 正在发展 另外一个香港的优势 是因为它是英国的制度 西方的制度 基本上跟伦敦 纽约等等都接下来的 而香港人的英文水平 始终比大陆好 大陆也都在上来 无可否认 最近温家宝的中央 就打算 就是一个口号 2020年上海 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但是香港 就是一个英文 来说 under competition 在这个竞争之下 但是我看不到香港的金融中心 会承受很大的冲击 当然竞争会有 但是随着中国每年的生产总值 有时是7点8点 或者双位数字的增长 基本上中国 全国差不多走运 很大中国 以它的经济这样发展 南方只是香港一个 东北那边 东面是上海 第三个现在都没找到 北京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虽然它有银行 但是国际金融中心 很多范畴 很多法律要配合来说 香港仍然有它的优势 还有香港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 23个省 5个自治区 4个直级市 2个特别行政区 基本上需要发展 需要发展就是需要资金 需要很多资金 借钱给企业 或者其他的 就算现在农业有多长 现在需要很大量的资金 来发展 所以香港在金融业 应该是还可以玩 所以物流 物流仍然是挺好的优势 当然盐田港 好像深圳很多都已经开始 和香港竞争了 香港是胜材的港码头 和外国都接载 而且都很快速 但是每一个货柜收费 都相对贵的了 现在都是竞争得很激烈 旅游 旅游 因为香港始终都是 购物天堂 食什么都有 广东菜 意大利菜 日本菜 印度菜 西餐 数得出的都有 很多人都喜欢来香港 我认识很多外国朋友 都喜欢香港 因为可以说是不夜天 你去湾仔喝酒 美国的水冰上岸 就去湾仔 Pussycat 喝到天干都可以 星期三又入阿玛牆 湾仔Pussycat 撿了很久 撿了很久 很久没去 不好意思 我听过 香港旅游都应该是他们的支持 我很多国内的朋友 因为中国人很多都很羡慕香港 都想来香港看看 很多人来香港都很喜欢 当然他来香港一次后 会不会第二次再来 我们知道 通常你去过美国一旦地方 你第二次都可能去 欧洲 伦敦那边 或者巴黎 艾菲尔铁塔等等 所以来说 但是中国人很多 所以轮流来 加上很多欧美的人士 喜欢来 香港旅游应该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支柱 其他专业科技 或者是策略业科技 或者是法律等等 亦都是有个内销市场购物等等 很多饮食业 就构成香港这个四个支柱 现在定位 我相信 我相信在可见未来 这四个支柱 仍然维持香港一个重要的核心 经济核心 而我上次也都说过 香港的经过一轮衰的时间之后 在张任权的施政报告 207年的十大基建 应该是一个分水岭 将香港过去的10年 207年 即是减1997年 10年的动荡不安 或者没有什么大型的 真正是集中如何发展 现在集中了 就是那十大基建 有四项 我上次说是三三四 有四项会是一些 和珠三角融合的项目 港珠澳大桥 香港西九龙接驾到 港洲一个48分钟的高速火车 河套区 就是和深圳 和香港机场和深圳机场 有些高速的运输系统来接驳 所以来说 曾荫权在207年 他开始来说 POLO起码有六七八年做的 加上他不是只这十大基建 有伊斯兰销售的债券 最近也都开始的 就是人民币的结算中心等等 加上他上一次 经济机委员会做完之后 有六个范畴 有些医疗 有些私家医院 私人教育 有些标签 有些文化 有些文化等等 就好像很蓬勃 我相信都是围住这些范围 来发展的经济 可以看 而是 曾荫权无论如何 2012年都会下台 因为他做了七年 基本上第二 就是两届 2012之后的特首接手 我相信都会继续沿着那条路线 做一些实际基建 还有很多 当时可能是高峰期 他都会运作到人民币 结算中心 或者债券等等 他会不会有些新有呢 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大家拭目以待 大家拭目以待 现在是香港经济的前景 需要处理一些问题 围绕着这些基建上马 很多和中央合作的 需要处理问题 或者是那些债券 即逢今早些新的 当然是遇到新的阻力 很多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处理 总结来说 在分析这个 需要解构一些处理的问题 以及关于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 我没有加外私人意见 哪些好哪些坏 是不是应该这样走呢 这个是纯粹现在管治者 他的带领是这样的 好与坏的见仁见智 或者我随后之后 我才会加少少个人意见 但我作为一个嘉宾来说 首先都不会闭门造居 是根据大陆来说 政府是这样带领 我们特首曾荫权这样带领 我相信我都要说回 现在这个趋势 这是第一方面 我解构了需要处理的问题 问他说 Courtney明昔统 según你陈鑫所说 基本上很樂观 有事会发生 有些积极一些事情都会发生 基建方面 大家都知道 会做很多就业的机会 联大方面有很多方面 也有些作为,你刚才所提及,香港现在的股票市场那些升幅, 也不是反映香港的经济真的有什么具体的改善, 我自己都个人认为,其实这些股票市场那些这么大的波幅, 其实背后都是一定有人操纵的,大家买股票都是稳稳定定买的, 有些钱就买些,都不会这么大量操纵, 你一手手买,别人一口口口炒,那怎么办? 我给大家一些数字, 李先生说得对,我回应李先生那里真的很认同, 就是量化了它,香港股票市场一天的成交量, 最高峰期有超过一千亿, 一千亿? 对,最近好像昨天也有七百亿, 我拉云一天就当它六百亿, 或者五百亿,齐头五百亿, 一个星期五日,四十六四十休市, 一月我当它齐,四个星期四五中二十日, 五百亿那里一万亿, 对不对?五百亿乘二十日, 是不是一万亿? 一年里面? 一个月, 一万亿, 再乘十二就是十二万亿, 那香港区内生产中的GDP是一万七千多亿, 那十万亿差不多是多少倍? 是五倍,四倍,五倍, 你想想一年股票的turnover是十万亿的时候, 香港区内生产中的一万七千多亿的五倍, 你想想炒作很重要, 上落的有时真的输几百万都很选择, 刚刚今日, 几大报章都同时, 不登一个富婆隐形富婆, 输了二两亿, 在瑞银那里, 唱声我不是很清楚, 总之来说, 股票是一个大恶的市场, 我自己来说, 都输过钱, 赢过钱也输过钱, 都数十万亿, 电讯刑科, PCCW也鎖了超过十万亿, 很多人比我更惨, 一个很危险, 一个很凶险的市场, 大家都要小心, 至于我相信, 现在我们看股票的波动性一定有, 上上落落的闲事, 亦都是可以有闲钱的, 可以开心一下, 玩一下, 你够眼光, 或者有够能力的, 可以赚到钱, 但我们回头看一看, 七百万人的市民, 始终都是要注意力, 看看实体经济, 那些股票不可以, 除了退休人士, 玩一下玩一下, 幸好年轻力壮的人, 始终都要做正行, 看看如何发展自己的人生, 所以刚才我第一部分所说, 香港现在正在发生经济的路向, 就是曾荫权的十排基权, 加上很多金融等等, 都在发展, 股票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刚才看的数字, 但那里其实是, 是炒作的,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赌博, 好像赌马那样, 你买一只WIN, 买十万元, 赢了五倍, 就有五十万, 五万, 你现在只是股票, 你放一百万, 譬如香港Bank, 37元, 37元你买了, 现在七十多元, 你都赚一百万, 一个开了, 好, 我们先休息几分钟之后, 继续,下一节。 哎呀, 你轮转天,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我们回到今晚的讲题, 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前景, 嘉宾是叶啟明先生, Samsung也很详细, 很有系统地, 将香港本身的经济发展, 有什么将会发生。 好了, 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 Samsung好像有更具体的, 政治的分量。 是, 好。 我们需要处理经济, 我们知道政府很重要, 第一, 刚才我用了时间, 香港政府现在带领政权特首之下, 未来十大经济, 加上很多金融的东西, 会拉同香港的经济等等, 那就是, 我想他要处理的问题就是, 即是那些, 如何发展那些, 当然很多其他问题, 我们不再讲了, 如何处理。 那跟中方, 交手合作那些, 当然是需要处理。 我想讲讲政治制度, 可能很多听众都很有兴趣, 就是, 就是, 爱国有普选, 好像美国, 西欧大部分都是四年五年, 就是一个几个政党, 或者是, 包括美国, 韩文主党, 共和党, 来到去, 就是希望选一个总统出来, 那香港这个普选的问题, 或者是, 加上这个三级议会, 就是那个行政局, 立法局, 和立法议会, 和区议会这些等等的政治制度, 香港, 就, 基本上, 和政治的发展, 经济发展都是息息相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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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香港人, 就, 推普选行政长官, 望到脖子都长了, 由九七七, 大部分香港人, 那时候, 民主党在李全明带领之下, 他自己在民主党, 就是, 很希望九七年, 立即有, 普选的, 特区行政长官, 但是, 实际上, 看到都是, 800人的推选, 他选择委员会, 选择董建华出来, 当时, 三个人争, 那样, 跟着, 2002年, 第二届, 那时候, 没什么人出声, 因为那时候, 经济很差, 也没有什么人, 想撿这个烂摊子, 哎, 你做了他, 所以, 没有人跟他争, 第二届, 董建华, 自动当选, 哈哈, 第三届, 上一次, 梁家杰出来,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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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曾荣权, 虽然他说, 800人的选举委员会, 就是将普选的理念推前一点, 不是每人香港人一人票, 那么, 这个普选的问题, 在政治的改变, 和经济发展, 也是息息相关, 因为, 好像董建华是一个例子, 他成为特首, 就是带来香港, 已经走错了几年的路, 不是说走不了, 摸错了, 那变成了香港, 很多人受过很大的苦, 大家都记忆犹新, 那么, 这个政治制度, 大家都记得了, 香港, 其实都是最主要民主党, 或者有很多泛民主派, 哇, 最好, 明天普选就最好, 但是, 中央政府那里, 就不是这么看的, 现在已决了, 2007年, 曾荫权, 2007年尾, 和人大常委会, 他宣布了, 2017年才普选, 特区行政长官, 当然, 2020年, 才将立法院的60席, 全部普选, 即是30席的, 功能组别, 全部取消, 那就是, 我们看, 现在就是, 没得改, 很多泛民主派, 仍然要求, 2012, 普选特区行政长官, 或者, 2012, 全部60席, 立法会议席普选, 我相信, 都是一个口号, 推不动, 因为, 人大常委会, 已经有意缺了, 上一次, 曾荫权在立法会, 也都很强硬的, 不会做这件事, 是吧, 就是, 中央的顾虑, 当然, 就是香港, 就是, 表面, 政治在这里, 未成熟, 在香港, 要等, 20年, 是吧, 07年, 已经过了, 希望, 2007年, 普选特区行政长官, 也没有了, 很多的事情, 都是, 我们要听中央的说话, 现在有了明抗目标, 2017, 2020, 那, 究竟, 政治, 将来会是怎样呢, 现在香港人, 都是拭目以待, 为什么呢, 你看看, 2017, 普选行政长官, 到时, 应该怎样普选, 是不是真的一人一票, 现在, 都是有点怀疑, 因为中央, 他只不过是, 说了这个普选, 特别是怎样实施, 其实, 都是见步行步, 因为, 2012年, 即是, 3年之后, 7月1日, 另一届行政长官, 就是, 是, 怎样产生呢, 年底, 特别政府有一个资讯文件, 因为, 亦都, 是, 不会普选的了, 但是, 会不会扩大, 那个选举委员会呢, 800人扩大到, 1000, 1500, 没有人知道, 要有一个共识立法会通过, 另外, 那六十席的, 即是, 立法会, 三十席功能做, 三十席选, 会不会变成八十席, 四十四十, 亦都没有人知道, 这些, 一片白纸之下, 香港的政治制度, 是面临着一个转变, 是的, 转变, 现在有了时间表了, 那, 我们知道, 如果是, 譬如, 举个例来说, 普选行政长官, 如果真正好像欧美国家那样做, 是, 很不同的了, 因为他, 可能需要出来辩论, 出来辩论, 给那些市民, 如果一人一票, 看看你哪个政刚好, 那些这样的利益团体, 要分得很复杂, 看看你, 即是, 人家投你票, 就是因为, 可能你, 说出来的将来的施政, 是有利于我, 那, 在第三部分, 我分析整体香港的, 那个问题的时候, 怎样解决一些将来的问题, 更加和这个环节, 可能拉上很大的关系, 所以, 整个关系, 我总结就是, 香港这个政治制度, 将来怎样变呢, 亦都会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 但是, 我们不能选, 因为都是八百人选出, 煲胎增, 现在, 2007年, 一选之后, 10月, 就订了一个施政报告, 就是, 现在, 走了一年多两年, 差不多两年, 都是根据2007年的施政报告, 这样走, 是, 那, 最后, 或者, 我走到第三部分, 好吗? 我们走去, 看看整体在香港, 需要处理一些问题, 就是, 这个是现实, 我觉得, 不是我觉得, 现在, 根本存在着, 几多下的问题, 就是, 根本就是, 可能政府, 也都, 解决不完, 或者, 他没有去解决, 举几个例子, 他教育制度的问题, 就是, 副学士, 很多的大学生, 出到来, 根本, 有没有足够的工作纲位, 给他们做呢? 贫富懸殊的问题, 空气污染的问题, 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 或者, 有些市民, 是官商勾结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 或者, 李先生, 都会想起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 是, 即是积聚了, 特别是比较严重, 市民来说, 是七一上街游行, 就会提出了几个诉求, 其中一个个别事件, 就是雷曼那件事情, 那些是个别事件, 但是, 另一个就是, 每年都举牌, 就是贫富懸殊的问题, 最低工资, 今年, 可能, 明年, 这个季度, 的立法会, 会立法, 现在在谈谈, 这些贫富懸殊的问题, 香港已经是比较严重, 就是, 有人很有钱, 但也有些人, 可能是比较窮些, 当然, 香港也有个中援制度, 不会饿死人, 但是, 贫富懸殊, 香港的坚利益数, 等等, 都比较严重一些, 但是, 外国的处理, 就是, 用一些比较高的税率, 在一些, 赚到钱的人, 抽到百分之三十, 好像加拿大美国的, 33%的税, 然后, 将福利, 倾斜, 给那些穷人, 就是, 找不到那么多的人, 但是, 香港的, 是一个低税率政策, 尼得税是百分之十五, 入息税, 个人入息税, 都是百分之十五, 基本上, 行的制度, 根本就, 不会说, 倾斜, 可以, 补贴到, 给那些, 低收入的人士, 变了来说, 香港的贫富懸殊, 是比较严重, 这个整体来说, 教育制度, 就是, 整个香港的教育制度, 急功近你, 就是, 很多的, 就是, 補习社都是, 補习天王, 就是, 过千万, 那, 香港人的, 就是, 教育思想, 填鸭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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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 那些人多些, 就是, 去, 真是, 去, 國家多些, 自由空间,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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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机出来 现在我觉得 传统英式 或者现在 香港的教育制度 都是填质给你 量多 但质素好不好 见仁见智 但是真正正 有一个自由的思想 空间 我在英国读的书 当然不是很长 或者是袁医生 都是受西方教育 很自由的 喜欢发问的人 他 讲述的狗丝垃圾 都可以问 然后有一个对话 啟发那些学生的思想 这件事 我觉得 如果你是真正的国家 要走上一条 例如做穿梭机 你真正要很创业 要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要思想 不像copying machine 打印机 没有办法 因为那些你面临的问题 全部都要是理性 来解决的 怎样装下一个穿梭机 怎样去研究 Turbo engine 等等 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东西 都涉及一些很理性 很工程 我自己读工程就知道 英文是systematic 很有系统 来思想 不能像打印机 所以香港的高科技 常说来说都没有进展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教育制度 我根本就不能够 当然市场太小 高科技的东西 投资那么大 市场太小 也没有办法出路 我看美国 唯普的HP 你看看人家的折扣多成功 或者电脑多成功 或者Windows 即是视窗 Microsoft 人家真的 扔了很多时间 很多PhD 很高工程 给他 做到出来 而是有回报的 因为市场够大 3亿人口的市场 需要多少电脑 变了他 投资下去 很大 但他真的 市场够大 有回报 但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但如果 结合大陆来说 这些市场不小 如何发展 现在根本 香港说得多 但实际上 都没什么 了解 所以 贫富元素 有问题 教育制度 有问题 高科技 因为香港根本没有资源 香港根本没有资源 根本是一个资源 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 没有石油 亦耕地很少 亦不会有铝矿 煤矿 唯一资源 香港的发展 基本上 需要处理的问题 还是很复杂 或者是 政府官员 需要去对症下药 还有 香港的空气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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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些问题 都是很复杂的 因为香港的 人工密度 世界数一数二 除了在东京 跟他们拍摄之外 基本上 就是很多的空气污染 配合了 珠三角的发电厂等等 你做医生就知道 很多都是有呼吸度 可能疾病 很多的东西 是怎样可以做好些 根本是很难处理下的问题 因为你不能够 叫人不开车 曾康权在2006年的施政报告 已经做了少少功夫 将重型的柴油车 由欧盟 几多期去替代 政府鼓励他们 换车之后 又会换多少钱 这些都是需要处理的 现在就说 柴油车已经没有什么 将来天然气发电 最近一个星期 天然气发电 汽车 现在说电的车 很多这些东西 都是影响到 用能源 如何清洁的能源 再生能源等等 来影响到 空气质素 或者水的处理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今晚 不会有很多时间 我大概略略地提一提 其他还有 西风日下 香港还有很多吸动问题 缓交那些女孩 性交易的问题等等 这些东西 亦都可以说 跟经济发展有关 当没有出路的时候 如果有正路被人走的时候 失业率低 人人有工作 有很多工作的机会的时候 那些年轻人 可能不会走上 吸毒的情况 会有所改善 当你失业 无所事事的精神 没有出路的时候 真的人都会瘋的时候 亦都可能会 意志力不够坚定 走去吸毒 性蓝交 幸好这些女孩 亦都是 当然 那些援交 可能都是为了钱 但无论如何 整体来看 都是跟我第一个环节 讲到香港的经济发展 还有第二个情况 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 还有第三部分 就是讲整体 如何分析香港社会的问题 都是息息相关 老实说 譬如说多一点 究竟普选会不会是好 这件事 其实我补充一点 在欧美世界来说 认定普选是最佳政治制度 香港还没有实行过 香港还没有实行过 我中立一点 我也是认为赞成普选 但你也留意一下 普选不是一定是最好的 你看一个例子就是台湾 台湾国民党黑暗政治 例如李登辉 九个年代 然后2000年 开始民进党和国民党普选 选了出来 陈水扁 执政本来是四年 2004年再选 又枪击事件 再整四年 这个人是如何公家 他管治的 大家都有心里有数 相当差 台湾那些朋友 我和他跟你谈过 都是很神僧鬼厌 当然也有一部分 都觉得 好了 民传党 但最近又回到国民党去执政 当那些人 未真正被他持有政权 来施政去管治的时候 大家都是估估一下 但当然普选就是 游戏规则 就是说大家都 少数服从多数 例如美国 例如那时候 乔治布殊 大概一半人选民选他 另一半人选了 是戈尔 但布殊赢了少少 选他出来 搞获伊拉克战争等等 他自己去做一个决策者 当然 他是总统 他的权交给他的 一定是执行他的权 所以普选就是普选 普选是认定一个好的政治制度 即选的带领者 但香港要面对的是 那些人政治不太成熟 还没有玩过 他没有玩过 再拿到一个政权 他会怎样做呢 这个真是可以说 拭目以待 香港人 我自己的经验 我上演去竞选的经验 我发现 香港人 其实是很不喜欢政治 很回避政治 这是很多团体 很多团体都是这样 譬如去香港的大厦 你想把政纲的单张给别人 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不欢迎的 我发现有很多 香港的宗教团体 他们的表明立场 他们是不想参与的 我当时知道这是真实的个案 我自己都经历到的 譬如香港一些影视界 他们是回避政治的 相反 荷里活很多明星 他们是很积极于在政治方面做事 你看到 几个明星已经做了州长 总统也有 所以我也听过 曾经有一位 瑞士籍的女人 居住在香港 她的家里 自经瑞士人 很多家人 都有银行的背景 她有一次跟我谈起来 她说 李柱铭是为自己自私自利 推动民主 她说 香港人很多都是未成熟 她当时这么说 我当时觉得很恶然 我不觉得 李柱铭是如何都好 我相信 我认为民主对香港好 她才做的 不是一个私心的因素 但她跟着 她说出一件事 她不说 我也不知道 她说原来 在瑞士 大部分人 都是对政治很难淡 她说出一个例子 她说 有一次 在一个史诚里面 大家要开一个 那个 那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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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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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道桥 结果 参与的人 是少到惊人 她说 根本大部分的欧洲人 都对政治很难淡 当然 有些解释 如果这个社会 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些人觉得 好像安居乐儀 都不会去搞政治 这是一个解释 但她基本上都说 要一个民主的社会 其实市民的知识程度 教育水平要很高才行 所以 你曾经所提及 香港到底是否准备好呢 我在很多迹象看到 在过去香港人 我经历到 根本是想回避政治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到时真的做的 是小绝人去做 所以 在这方面 在我们的通识教育里面 我相信 有大把 大把 要做 我完全同意 香港人 一向不太热爱政治 直至最近 可能有些雷曼事件 等等 他们换起了 可能是 要出来 其实香港人七一上街 都好像2003年 那样 我自己 今晚所分享 都没有什么 给过来的意见 我都是很小心 中立 就是说 前例点 根本是一片白志 那样 但是 我看历史 根本就是 普选 我当然是绝对 赞成普选 但是我已经加了 就是说 是否普选是最好的 但是看台湾的例子 就算你看 美国选出 翘朝布殊 那八年 是否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 是见仁见智 所以来说 将来 香港 现在真是 落实了 2017年 开始有第一次普选 究竟是 到时怎样 大家拭目以待 对了 距离现在 大概还有八年 左右 我觉得 要推动普选 这个是 一定要做的 我过去这么多年来 每年去游行推动 我也有参与的 但是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到 香港很多问题 就不是因为有了普选 就会解决到 我觉得是需要去做 普选的经济 是令到我们有一个 广阔性的 多些参与性的机会 去做些事情 但是 我觉得 只是以为 有了普选 香港什么问题解决了 而很多政党 是用这个普选 这个条件 去拿票 其实这个我觉得 到时 那些人才知道 真正会怎样 那 在外国 就算是美国 也好 已经很多 已经说了 根本 美国没有真正的民主 美国根本 整个政府 都是那些大企业 是 经过他们那些 所谓的那些 说客 控制了 那么很多 美国的政坛 要做的事 根本是 谁想任 所做的事 都是背后那些大财团 所以 真正的民主 不是现在 美国看到的民主 亦都不是香港 现在的人所想到的 现在香港人的民主 就是说 选人上去 看你做事 或者看你怎么死 如果你做得不好 就要下台 真正有效的民主 应该不是 选举民主 而是参与民主 这是我们香港的 更好大行动 一直都希望 被香港人了解得到 好了 那我们今晚的时间 其实都差不多了 非常之多谢 但是叶景彪先生 也跟我们分享 很多香港的 发展 的情况 我跟李永康 友好 随着跟大家说 спасибо 下个星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